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如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积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图里的,九节十,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急至味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急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掌苗吐碎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 天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他有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塑在他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叫,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烧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一人在他们赴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由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又好像网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网寄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耶稣说, 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 我们明白了。 他说, 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